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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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修道多年的阅历 还从未见过金色的真火 走路 你没听死吗 没事没事 你的真火竟然有灵质 明白了 这真火还得你自己留着 不过倒也不能白帮你 但听长老拆解 帮我炼丹 地火 这应该就是之前熊二说过的 灵灯阁唯一的一道熊火 如此纤熟的约路地火 不愧是长老 地火 这炼丹与习武无异 都非一朝一夕 戳入门时 习武须看根骨 炼丹则要测灵魂力 灵魂力 那我的是什么截 你先把手贴在我这宝炉上 测一测便知 灵魂力分为五个等级 由低到高 分别是人 灵 玄 地 天 竟然是灵境界 这炼丹最重要的就是灵魂力 其次才是控制火焰 如此说来 你的先天条件 可谓是得天独厚啊 还愣着干嘛 还是炼丹了 好了 就这些了 这是回旋丹的单方和炼制步骤 你研读后自行练习吧 那不许偷懒啊 回旋丹 一闻弹药 等级越高 单闻越多 小兔 咳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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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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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练出来了 你小子可以啊 谢张老夸奖 当年我整整耗费了九十三分灵草 才练出第一枚回旋单 叶辰仅用了四十分 张老 我这单练得可还行啊 只是勉强过关 你看你这回旋单的单纹 断断续续 杂鸟不堪 品质也太过拙劣 还需十日加以磨练才是 明白 看来还得多练习练习 这是你炼制的第一枚单药 自己吃了吧 这可比灵液强多了 把单卢里的灰擦干净 今日就快休息了 还要打扫单卢 走的时候记得锁门 这小子有点意思 什么大风把师妹给吹来了 我去 这单路也太脏了吧 该不会从来没打扫过吧 对 我打扫了 这样口 是 这是什么地方 单路的神秘符文空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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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符文 竟是上宫秘法 抗凝掌 得去禀告徐长了 掌门师兄不是催着我收徒吗 听说你这里有个人 只是宁气静 却凭一人之力单挑两封真传 你是说夜沉 他怎么样 修为虽不高 但悟性上家 勤奋好学 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要不是我已经有了 齐悦这个宝贝徒儿 真想收了他 如此甚好 不过还得我亲自考察一番 对了师兄 你可听说当日在幽冥黑市中 参与抢天际丹的人 最近似乎都出事了 不妙 莫不是有人来追查天际丹的下落了 居然有这道事情 是你 是他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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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老 我当罗徽还没参完呢 我先走了 我 上次见我这奇奇怪怪的 这次又这人 凌儿从幽冥黑市回来就去闭关了 但闭关前 给了我一枚外门弟子的身份令牌 让我帮忙找一个人 那不是 站住 敢问这位前辈有何吩咐 你就是叶臣 想不想做我的徒弟 什么人 为什么攻击我 居然有得如此轻松 居然到底是谁 是 师弟 你的身手不错呀 没牵我 醒来的 开头队就是叶臣吧 不用谢我 我也不是白救你了 帮我炼丹 谁 原来这负外 就是成功秘乏 抗营长 啊 什么 内门长老要收你为亲传弟子 这么难得的机会 赶快跪下拜师 可我 那就这样定了 等你通过外门大笔 便收你为徒 简直是强买强卖 也不知他是真想教我 还是借此报复 算了算了 现在还是以炼当为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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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掩饰了一遍 才有五十份 这二文宁混蛋竟然要长呢 你 这小子是毋庸置疑的天才 宣儿师妹收她为徒 可是赚到了 虎丹 你 你 误会误会 都是误会 真是误会 我刚才在抓这东西 你 抱歉 这位道友 是我误会 怎么回事 碧儿 师父 他就是徐长老那宝贝徒弟 对 半步真阳 看来此次闭关 多有收获 你站着干嘛 赶紧趁热把你炼制的丹药服下 对你进阶大有益处 这品香不锁的二文丹药 就是他亲手炼制 很多人都正在 宣传 否许 你 童铺 这灵气能动 人缘境 不对 才入真阳也不如此 师父 他到底是谁 师姐是在问我 在下夜晨 衡月宗义实习弟子 你怎么会只是实习弟子 还不是因为 外门大笔就在后天 给我好好表现 让全衡月宗 都对你们另眼相看 是 快找 藤月宗放下 我来了 三年一度的外门大笔终于要开始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今年我一定要通过大笔 我今年预计好一点 你们觉得谁最有希望进入内门 我同外门是大弟子 好 好多人啊 别紧张 这次只是提前让你来感受一下大笔的氛围 若是遇到厉害的敌人 你认输便行 终于到外门大笔了 什么人为什么攻击我 这是个误会 我也不知 这位师弟 真的是误会 他是自己找到你的 这种借口 你以为我会信 竟然躲得如此轻松 这人到底是谁 师弟 你身子不错呀 没欠我 醒来的 你该不会就是 一臣吧 知道他为什么来找你啊 别急 看吧 都说了是误会 这到底是 你身上有真火吧 我想找你练丹 他规矩是赶宁岛的 引我来的 真火 师兄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之前熊二那小子 到处找人帮他练化邪气 但和你混在一起后 又再也没有让人过 邪气和灵液 都只有真火才能练 他那里我确认过了 没有真火 那就只会在你身上咯 我去 熊二这小子坑我 师兄 你真误会了 没有就算了 来 喝酒 难得认识 交个朋友 好酒 你要担药何用啊 当然是修炼 你可知玄灵之体 这是一种自古有之 非常善于修炼的体制 一旦觉醒 修为变即日千年 而这一代的玄灵之体 也是郑阳宗的一个女弟子 听说是个美人 叫 姬宁霜 果然是她 却不认识 是个美人 触动弹药 怪不得要分手 原来我根本就不配 被他们放在眼里 我不会认输的 我一定会通过外门大笔 变得比任何人都强 你都再不提高修为 这一殿三宗 怕是要被正阳宗大美女 追着打喽 看来叶师弟也有危机感了 炼丹之事 大笔后再说了 那就先谢过叶师弟了 敢问师兄 是紫山师兄 徐康师兄 江浩师兄 心悦师妹 齐浩师兄 排名第四的尹师兄 排名第七的灵丹阁齐悦 排名第二的任务阁霍藤 排名第九的藏书阁陆轩二 还有排名第六 第八 第十的师兄师姐 神仙妖孽 每个个都来了 每个都来了 每个都来了 都来了 神仙妖孽一个个全来了 我 帝也谢你 参与外门大笔的弟子都来齐了 规则只有一个 三日内到达妖兽之令 中心设置的终点 想不想搞个大的 外门大笔 正式开始